宁德时代在美国受挫 中共获敏感技术的机会 获彻底被阻断 哈佛等三大名校校长 遭国会调查 进退失据 印度反中情绪发酵 近半数网友一年之内 没有购买中国货 人权团体表示 被中共遣返的600多名脱背者 已经消失 观众朋友好 欢迎收看希望之声TV环球看点 今天是12月8号星期五 在广告时间里 我们来更新两个关于三高代谢宝的用户体验 Tina是美国马里兰州的居民 曾因三高问题而苦恼 使用三高代谢宝之后 不仅睡眠品质显著的提升 连长期的肚子胀痛问题也得到了缓解 它的体重下降了 生活品质大幅度提升 11年前被诊断出肝癌的台湾的郑先生 经历了艰难的治疗过程 在外省的推荐之下 开始使用三高代谢宝 结果令人惊喜 不仅体力恢复 食欲增强 连续11年的健康检查指标 都维持在理想状态 三高代谢宝结合了传统智慧与现代科学 为您带来健康和活力 请登陆健康520网站 了解三高代谢宝 打开通往健康的大门 好的 来看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中共向欧洲出口大量的低价电动车 因而遭到了欧盟的抵制 如今美国也开始 对为电动车提供电池的中共电池巨头 宁德时代下手 一些共和党和民主党议员 对中国蓄电池构成的潜在安全威胁 发出警报 他们认为 美国可能会对中共设备产生严重的依赖 这些设备可能存在网络漏洞 并且使能源网络面临风险 美国公用事业公司 杜克能源公司12月6号表示 出于安全考虑 该公司已经将宁德时代生产的大型电池 与北卡罗莱纳州海军陆战队基地 勒穹营的连接断开 据报道 杜克能源公司在位于 美国海军陆战队勒穹营的租赁设备当中 使用了宁德时代电器 美国参议员卢比奥为首的20多名联邦议员 写信给国防部长奥斯汀 要求他立即彻底解决电池安装问题 虽然杜克能源公司表示 系统的设计考虑到了安全性问题 电池没有以任何方式连接到 乐穷营地的网络或其他系统 但是这家公司在一份声明中告诉路透社 人们对这个项目提出担忧 因此杜克能源公司在努力地解决这些问题之际 切断了宁德时代电池连接 美国国会的施压对中方无疑又是一次意外的打击 宁德时代12月7号马上跳起来指责杜克公司 称有关宁德时代电池构成 现在安全威胁的指控不实 中共驻华盛顿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还指责 美方将贸易和投资合作政治化 据报道随着再生能源的普及 这种公用事业规模的电池储能系统 在美国的部署正在迅速增加 其中部分产能或来自中国供应商 这些供应商将从美国的再生能源税收抵免中受益 民主党参议员马克·华纳和乔·曼钦 去年11月份敦促能源部优先考虑 美国开发的储能技术 以应对中共的电池生产的近乎垄断 他们称这构成了重大的国防和经济安全漏洞 专家表示此类系统需要频繁的远端操作 与电池连接的电信设备可能容易受到黑客的攻击 卢比奥对路透社表示 断开中共支持的系统是常识 特别是在保护我们的军事基地方面 中共如今除了指责却也无可奈何 美国的打击动作还不至于此 美国联邦众议院7号发布报告指出 美国必须立即采取行动 透过加强现有规则的秩序 以及增加新规则来阻止美国敏感技术流失到共产中国 路透社报道 拜登政府已经做出许多的努力 防堵可用在增强中国军事力量的美国尖端技术外流到中国 但是有迹象显示 美方技术继续流向北京之际 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要求采取更严格的措施 报告认为美国的出口制度必须同时沿着两个轨道发展 一个是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BIS需要进行重大结构性改革 以优先考虑国家安全 二是美国出口制度必须发展 以阻止美国国家安全技术流向中共 海外时事评论人士周晓辉说 中共现在是乌漏偏逢连夜雨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刚结束的中欧峰会毫无成果 意大利政府12月6号还正式的通知退出一带一路 国际评级机构目的近日先后将中国 香港和澳门的主权信用评级展望 由稳定降值负面 将中国大陆八家银行的展望 从稳定下调至负面 阿根廷当选总统米莱声言不加入金砖成员国 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日前公开表示 中共是美国有史以来的最大威胁 而不是朋友 美国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 全票通过香港经济贸易办事处认证法案 周晓辉说 在国内经济惨淡之下 党魁更加不堪众贺 焦头烂额 而中共遭遇的一系列打击 不是开始也不是结束 更惨的还在后边 12月7日 美国众议院委员会 对美国哈佛大学 宾夕法尼亚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的 反犹太主义发起正式调查 三所大学的校长在众议院听证会上 在校园内反犹太主义和种族灭绝言论等问题 接受质询 众议院教育和劳动力委员会 委员会主席弗吉尼亚 福克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委员会对三所大学的领导的领导力 以及他们没有能够采取法律措施 为犹太学生提供应有的安全学习环境深感担忧 并且受到了立法者 大学董事会成员和主要捐助者的批评 宣布这一委员会将调查这三所学校的学习环境 以及政策和纪律程序 CNN报道 哈佛大学校长盖伊 宾夕法尼亚大学校长马吉尔 和麻省理工学院的校长科恩布鲁斯 在受到质询时 均闪烁其词 对校园内煽动对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 是否违反校规 都不肯正面回答 便称这将取决于当时具体的内文和行为 因而受到了众议员斯特凡尼克的穷追猛打 斯特凡尼克质问哈佛的盖伊 针对发表仇恨犹太人言论的学生 哈佛大学是否有做出适合的处分 盖伊最后不得不回答 哈佛大学有健全的纪律程序 可追究学生个人的责任 而宾大的校长马吉尔先说 宾夕法尼亚大学需确保学术自由和思想交流自由 后来又说 若有违背大学政策或法律的情况发生 宾夕法尼亚大学会做出行动 麻省理工校长科恩布鲁斯便称 关于有问题的言论 需要以其他言论和教育来反击 而麻省理工学院正在这样做 三位校长的回应 无法取得美国大多数人的满意 辉瑞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布尔拉表示 他对听到这些证词感到羞愧 称其为美国学术界历史上最可耻的时刻之一 宾州州长夏皮罗指出 宾州大学校长马吉尔的言论令人无法接受 夏皮罗呼吁宾州大学董事会召开会议 讨论马吉尔的证词是否代表大学和董事会的价值观 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也强调 在大学呼吁进行种族灭绝的言论是绝不可接受的 而网友们对国会调查纷纷叫好 说大学培养仇恨怎么都说不过去 众议员发起正式调查太好了 有网友说看了他们的质询视频 为哈佛感到悲哀 还有人评价国会议员的提问方式很美国 校长们的回答方式很像中共 更有网友质问 一直想问问谁知道这位黑人姓盖伊的女士 是凭什么当上世界排名第一的哈佛大学校长的 其他两位女校长也是怎么赢得他们现在的职位的 由此可见眼下的美国教育界虽然左祸横行 但是最终还是会有秉持良知的人出来收拾他们的 你看对咄咄逼人的发奔 这些平日里假装正义的世界名校的校长们 一个个进退失去尴尬不已 下一步就看董事会怎么行使的罢免了 否则赞助金就会被冻结 印度近期一份网络民调显示 过去一年间有45%的印度网友 没有购买中国制造的产品 64%的网友的手机内没有安装中国应用程式 印度公共议题发生平台本地圈子日前公布民调 虽然在印度销售的产品有很多是国际品牌 但是消费者购买前仍然会查看场地 有45%的网友表示 在过去一年间没有购买中国制造产品 这份网络民调当中 每个问题各有12000多人做了回答 网友分别来自印度334个城镇及乡村 但是本地圈子没有公布调查是何时所做的 在55%曾购买中国制造产品的印度网友当中 有56%是手机、智慧手表、充电器等电子产品 数最大宗 49%是灯饰、蜡烛等节庆用品 其他为33%的玩具、29%的礼品、26%的家电 家具、流行服饰和其他产品 根据调查 随着印度与中共之间的角力越来越明显化 有63%的网友是因现今印中地缘政治局势 而减少使用中国制产品 有16%认为印度产品的品质较佳 16%认为印度产品售后服务较佳 13%认为印度产品性价比更好 7%则表示想买的产品刚好 没有中国货 调查也发现 64%的网友的手机内没有中方开发的APP 和去年相比显示民众遵从印度政府禁用中国APP的法令 中印边界2020年6月份爆发冲突以来 印度政府禁用近250个中国开发的手机应用软体 最近也准备封锁100多个涉及非法经济活动的可疑海外网站 在金正恩带着女儿金竹爱频繁高调亮相 被外界推测为急于把权力世袭移交给第四代的同时 12月7日总部位于韩国首尔的一个人权团体报告说 今年10月份被中共强行遣返回朝鲜的数百名脱北者 现在已经和外界失去了一切的联系 很可能面临朝鲜当局的监禁 酷刑 性侵和处决 据报道 希望投奔韩国的朝鲜脱北者 常常会先越界进入中国 然后再寻机转道前往韩国 但在中国境内 脱北者常常面临着 随时可能被中共当局关入居留所并遣返朝鲜的危险 人权组织转型正义工作组发布的报告说 今年10月9日 中共官方将关押在吉林省和辽宁省的多个拘留所内的 大约600名脱北者用武装押韵的大巴和面包车 从中朝边境的多个拘留中心通过吉林省的辉春 屠门 南平 常白山和丹东海关强制遣返回朝鲜 人权组织说 自从这些脱北者被遣返之后 一直无法与他们取得联系 这个人权组织在声明中写道 由于朝鲜 威权政府将这些被遣返的人称为罪犯和叛徒 等待他们的很可能是酷刑 性暴力 集中关押 强制堕胎和处决 这份声明还表示 遭遣返的脱北者的具体身份外界不得而知 但是他们当中绝大多数是妇女 一名消息人士说 为了保密起见 中共政府在遣返几个小时前 才让被关押的脱北者做遣返准备 在被遣返前三个小时 有被关押在辉春监狱的脱北者 通过当地公安向熟人哭着请求帮助 据联合国和朝鲜人权团体推算 新冠疫情期间被捕或被关押在中国各地监狱的 脱北人数超过2000人 鉴于这些脱北者一旦被遣返朝鲜 很有可能被关进监狱或政治犯收容所 甚至被处以急刑 联合国 朝鲜人权团体一直在敦促中共 停止遣返行为 但是中朝历来站在同一立场 中方没有理会国际社会的呼吁 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 谢谢您的收看 也请您要记得点赞 订阅希望之声TV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为之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保持有效